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想把你写的这三本书读完 它先是有一个激荡30年 然后又跌荡了100年 现在又有个浩荡2000年 三荡了 三荡 够淫荡的 简体里一上去就这句话 够淫荡 够淫荡 它这研究的真是够淫荡的 就是中国的工商经济史 我觉得做学问真是不容易 这玩意里边好多古书 所以说我觉得要能看下来 可能我这个外行 就能多少懂得一点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 为什么说起这事 最近有一个杂志提出一个题目 叫做最好的年代 就是找了一些人 其中就有吴小波 当然还有我 但我那个都是胡说 可是你那篇引起我的注意 他把杂志给我 他就讲了 有点梦回宋朝的意思 所以那天咱们跟马卫都 跟马先生 刚从这汝瑶 就聊到这个宋朝 所以我觉得今天 他这个书里也有很大的篇幅 就谈到宋代 当然咱们知道 你们这帮臭老九知识分子 迷恋宋代 至少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不杀你们 宋朝皇帝是对知识分子最好的 他就百年不杀大臣 百年不杀大臣 所以在那可以胡说八道 没人管 也就是不杀而已 其他的惩罚也是有 流氓啊 苏东坡就是日誕立之三百科 不只超过领太人了 那时候俗福啊 你看看欧阳修的文章 跑到一个地方 看到一片山丘园林 很好 风景很好 买下来啊 修个亭子啊 现在哪有个作家 还有这个派头啊 看到一块地方好把它买下来 没错 而且那个时候啊 所以为了今天那个 请小波来谈谈哈 我还接着咱们那天 跟马维都聊的这个 那咱们看看几个画 也是宋朝的这种文采风流 首先清明上河图 你研究工商史的人哈 我觉得这应该是你们的一河图 清明上河图里面 在 汉代是不可能出现这张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汉代的这个商店啊 他都是叫官室啊 他等于是官家把这个 把这个围起来 国营上 城市中间 不是 他是围成一个市场 然后呢 市面市面有门 然后呢 早上呢 是敲锣 晚上都鸣鼓 然后呢 跑到里面去 然后呢 是 然后自己居民去呢 叫坊 坊是不能开店的 然后呢 县以下 县县以下 是是没有官室的 所以所有县里的人都要到 到乡村里的人都要到县里面来 只有到了宋朝的时候 出现这个情况 就破枪开店了 就是坊和式混在一起的 国家就不再专门 大家都在一起买 都买卖了 这是是是 只有宋才会出现这个 唐代的长安城 你看还有很多坊嘛 很多坊 什么教坊 对对对 然后他称为东市和西市嘛 所以买东西买东西 东西就从这来的 哦 就是东市和西市 这是唐朝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 对对对 叫做买东西 对 然后呢 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按行来弄的 对 同行同行就这么来的 对 杀猪的 在这里面就一行 全部都杀猪的 对 枪剪刀的就枪剪刀的 然后加在一起 三百六场 等于清明上河图说明 宋朝的时候 打破了这个市场的地垒 对对对 打破了这个墙啊 对对 你看这个人民 这个感觉市民文化 所以极其兴盛 对对对 但是我要说宋代 更是一个雅俗共赏的时代 你不光是这个市民生活 俗的一面 你看看这个雅的一面 这是米符的字 咱就想起来了 这个苏门四学士 苏东坡黄金坚 什么米符啊 这个石颠呢 是吧 这个拜石头成痴的 这么一个人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这就是北宋南宋之际的 这个著名画家 这个李唐 他是画院的 你想那个时候 皇帝专门成立画院 李唐画的这个万赫松丰图 你可以看看中国绘画的 这个顶峰的成就 然后你再看看下边 这就是那位皇帝 宋徽宗 你注意啊 宋徽宗给画的一个 腊梅山青图 他提的这首诗 叫做山秦金义太 眉粉弄轻柔 非常细腻的一个艺术家 注意后两句 已有丹青约 千秋只白头 这个鸟啊 头也是白的嘛 他这个 你就看到 这是皇帝还是艺术家 他是要千年的丹青之约 就是我跟这个鸟啊 有一个约会 我要画你 千秋只白头 一千年 其实他没说错 他的王朝确实是覆灭了 可是呢 他的艺术确实一千年 差不多一千年了 还留在咱们这里 还留在世界上 所以你看 我觉得几个符号 也可以看出来 他还特别讲到 就是说宋朝的时候啊 虽然我们说盛世在汉唐 往往说 他说但是 他说宋朝的文人呢 那有一种从容 还是叫什么 你讲的一种精神气势 对 我觉得到宋的时候 因为他百年叛杀大臣 所以他知识分子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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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呢 很从容 然后呢 宋朝的工商业 其实是比糖药发达的很多 你看四大发明 有三个在 是在宋 呃 指南中火药和 和火锦商 嗯 是在 是在宋 宋话很好玩 宋是鼓励贯源经商的 对 这连结怎么搞啊 这连结不要搞 后来明清都是不鼓励 宋是鼓励 宋的那个 赵匡英有一个叫 半步论语之天下 那个赵普 赵兄弟 赵兄弟就是当时是那个 变两个开封城里 最大的连锁 shopping mall的老板 啊 他的整个开封城里 开了很多shopping mall 那这叫 叫底院 人家底院 开了很多店 就是 然后他 他还不 他还不反对 那个将领经商 所以宋朝很多的首富 部队也能 就是军方 也经商 军队经商 哦 张俊啊 像岳飞啊 都是经商 岳飞都经商 然后回家卖土地 就就这样 岳飞的老家有很多 几百亩土地 都是这样 所以他 他也不得你们都说宋带好 哦 原来还有这些道理 听半天 不过做生意的人 嗯 在正规的文化里面 地位还是不高的 对不对 对 很低 嗯 宋的正的商人 是很低 所以 所以那个 河北 河南有 河北有一个老师 他就专门写 那个叫 两宋财政史的人 啊 然后呢 他有段是 有段是做 做公口的 苏里写的 我这个人 叫王振 王振泽 他就说 他要写一部 宋代的货值列传 啊 司马迁写的货值列传 嘛 写了二十几个人 是吧 他说我宋 宋的工商文明 比唐 比汉 都要发达 嗯 我能找几个特别有名的人出来 他把宋所有的史卷查完以后 五个史人都找不到 不留名啊 不是 就就 没有 没有有名的人吗 没有有名的人 没有有名的人 对 哎 真是 就是 因为我看你的一个访问 也是谈到 就是说 本来宋朝啊 是一个顶点 就是 甚至那天就讲到 陈寅雀 都有这样的评价 陈寅雀 王过为 中华文化几千年的运营 集赵之士 造极于 这个这个赵宋之士 对 造极于宋朝 对 那么甚至他就提出 往下就可以民主与法治 本来都有这么一种选项 对 但是为什么最后 从那儿走了另一条路呢 对 中国到宋的时候 他工商文明到极点 但是他同时有一个特点 就是从汉涛当宋 是到以后 对商人本身是抑制的 抑制 对商人本身抑制 他还抑制商人 对 所以中国是一个 大家有的说 中国是个轻商的国家 我始终认为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中国是重商和异商 并存的国家 所以像 像刘策啊 像汉武帝啊 像桑红阳啊 包括了王安石啊 这些人 他们都非常的清楚 工商业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国家只有把盐铁钻银起来 把商油行业钻银起来 国家才能有财政收入 但是呢 他为了统一信仰 他要种乳术 所以乳家的问题 但乳家 比如汉朝的时候 是董宗苏 然后到了宋朝的时候 是这个司马光 就是经典儒家嘛 所以经典儒家 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 就开始讨论问题说 国家财政没有了 该怎么办 王安石说 那该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啊 搞军书啊 把盐铁钻银起来 搞施益啊 把国家的流通行业 管理起来 是吧 那个国家 给他制定价格 财政不就有钱了吗 他也搞国家财政 就有钱了 是吧 但是司马光 你这样搞 不是与民争利吗 哦 这是儒家 儒家就与民争利吗 与民争利 他这个讨论 当年汉朝就讨论过 那么是 王安石就问那个司马光 那你兄弟 你告诉我 你该怎么管国家 那么司马光说 孔孟以后 就告诉我们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轻负薄瑶 减税嘛 第二个办法 以农为本 第三个办法 以仁义之天下 王安石就问司马光 说那你这样 能够强盛国家吗 轻负薄薄瑶 以农为本 仁义之天下 财政收入能增加吗 对 国家没钱 国家还是不能增加财政收入 那你是 如果没有财政收入 那北方的帮人打进来 你怎么办呢 结果呢 就司马光砸钢了 呛呛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徐老师啊 这个话题 我觉得你可以发挥发挥 因为这个小波呢 前两天跟人聊文学 都能聊出这个道道 就说中国呀 一方面不是始终重视工商业 看来是啊 但是另一方面呢 起码是在道德上 对吧 就是无伤不坚 那么甚至他就说呢 矛盾在这个这个作家当中 算是好像写上海啊 写商人 写子业 写的还算比较贴近 但是是不是一样 在他小说里 这种商人的色彩怎么样 他写的最有名的一个就是 无顺谱啊 子业的那个 那么当时他是 从这个左翼的政治思想出发 就是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要写出他的两面性 就是说他呢 把一个资本家写得很值得同情 而且他被海外 就被现在的国外资本 国际资本欺负 但是他同时也欺负下面的工人 对不对 他也压迫工人 所以他是从政治理念出发 但是他这样写了以后呢 他写完以后呢 先给菊秋白看 菊秋白当时是鲁迅的朋友嘛 菊秋白看了以后呢 就说他这个两面性啊 一面显得太多 一面显得太少了 就是说他受欺负的 就同情他的太多了 就说坏的部分太少了 就是说把这个商人写得太好了 结果呢 那个矛盾就很谦虚的听从 菊秋白的这个劝告嘛 回去就加了一笔 现在小说里很触目进行的 就他做生意失败了 他一发火 就把家里的女佣人给强奸了 哦 就家里的女佣人 这个女佣人强奸这个事情呢 就是因为听了菊秋白的劝稿 就是要把这个商人写得坏一点 以表示这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我们常识都知道 兔子不吃窝边吵 哪有强奸女佣人的嘛 对 他包一小单就行了 对 老板一大堆 哪有这么 但是他反过来矛盾有些篇章 他写的比较复杂 林家铺子 嗯 你们讲 刚才讲那个是很对 现代尤其是了 基本上另外一部有名的作品 叫曹宇的日出 嗯 我叫他们学生啊 把那个 所有的人物啊 按那个 就是不在一个旅馆 陈白鹿嘛 上面有人包他 金巴啦 什么什么 资本家 下面有人要自杀的工人啊 什么 就他列一个表啊 就是以有钱跟没钱来分 把人物列了个表 结果呢 他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以中间线 以陈白鹿 这个跟他的一个王富生 这个跟他一个查房 为这个线 比他们穷的都是好人 比他们有钱的都是坏人 对 哎 我觉得这个真是中国文学界啊 一直以来的 是吧 你讲的已经是到了民国了 到改革放以后 你现在回头再想 咱们三人多年了 是吧 没有好的资本家 没有一个好的 没有一个好的正面的一个 企业家的形象 现在我今天我在看那个 于华的那个兄弟 是吧 上下卷 我看他这个上卷写的非常好 是吧 到下卷以后 他写的主人公 一旦支付以后 就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 座家就认为说 他支付一定是充满血腥的 他说过不正当的手段 一下子就变得横幅 然后就 这个不正当 也没那么容易支付 我在想 是啊 就好像说 支付以后呢 然后他就抱你天舞 然后就变得非常的不可爱 就腐败 然后玩很多女人 玩女人 搞腐败 但是 但是我们接触工商业界 我觉得 好像 那真正的中国的商业企业家的主流的人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确实在文学领域里面 是没有是吧 不不单是文学 呃 这个其实是一个整个社会理论 商业是不是正当性 呃 或者可以说是网络的名义的主流 我们以前都讲过 你在网络上任何事情 你一个比亚迪跟一个宝马一撞 一定是宝马不对 对不对 两件事情一炒 那个有钱人多数是坏 你讲一个穷人善心 大家很容易理解 你讲一个富人善心 我们都很怀疑 这个 这个当然是跟49年以后的 不断革命 剥夺有钱人 从物质上剥夺 从精神上诋毁 妖魔化 又有关 以至于今天的网络的名义 很和49年的主旋律合拍 而且你知道他还有一个 你像我那天还听一北京市民 在那边发牢骚 他一定是碰到什么了 他说这他妈真是无伤不坚 就是你看 你知道 你也得承认另一方面 我觉得中国存在着这种遏制竞争 对 很多 而且就是较低端的这种商业服务业的范围 经常是跟比较底层的群众打交道 所以比如说很简单 他们去消费去买东西 很多上当受骗的 包括这种虚假宣传 就是以至于他会觉得 我估计比如说像你 平常开青年领袖论坛的那些个 很高层次的企业家 也许他有比较人性的一面 对吧 但是你知道就是在很低端的这种服务业 和被服务者之间 中国你得承认确实还搞得很不靠 但是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致命 叫致命的自负吧 我记得那本书里面 他就讲到一个问题 他说其实人类对有产者妇人的仇恨是天生的 对 说早期都一样的 比如基督教里面说妇人要进天堂 要像比骆驼钻身孔一样的 对对对 伊斯兰教里面其实对高利贷 对借高利贷金融业者 是不能进那个 他的他应该叫什么 叫清真寺的 对 是反对高利贷业的 对商人有蔑视的 那中国传统更加不要讲的儒家传统 但是到了近现代工业革命的晚期以后 在比如说在基督教世界里面 就特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能力资本主义 对 他的法律上 你敬敬业业的赚钱 你合法的敬敬业业的赚钱 是你将来可以成为上帝选民的一个条件 对对 所以professional变成了calling 对 就是说你你你李嘉诚这样做的事情 他不是赚钱 可是 他是他的professional 对 但这个在中国就 没有 可是为什么 我在西方 在日本的话 他还有那个色泽荣医 当年写的本书叫做 《论语与算盘》 我跟一些日本的学者沟通 他们认为这本书 对日本整个思想界的震动 也非常大 日本早年的武士道精神 他也是面试商业的 武士怎么可能够经商呢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但后来能够变成一个 民智卫性以后 变成一个重商主义国家 能够变成一个商人 把索尼的老板 作为他们民主的代表 他就因为色泽荣医 他把《论语与算盘》 放到了一个水平线上来进行讨论 中国现在在思想界 在文学界 是没有这样的作品 和这样的思想启蒙完成过 这个没有呢 一般我们只注意到 49年以来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不断的巩固这个穷比富豪 对于有钱人的剥夺的 但是实际上问题 可以往前想一下 我们刚才讲 武士就有这个传统 然后再往前 是农工商的长期的 这个能力协惯 他前面讲到中国古代 他说的这些情况 其实中国的政治 他从来不是皇帝 一个政治的思路说的算的 中国皇帝从来不是说 独裁到至少大部分的皇帝 不是为所欲为的 他一直是受这个 这个礼啊 这个东西制约 就是政跟道 一直是互相制约的 所以政呢是重商的 你说的对 他需要实力来扩担国家 他也需要犒赏 他的下面的工程 对不对 所以政是重商 但是政 这个政他同时要讨论到这个理 理呢 他就一直 他会很简单 他告诉你啊 你一犒赏你的部下 你的部下的孩子 就在垄断这些商业 你看你下面的 你以为民间企业 跟你的官商衔接了 衔接来衔接去 都是退休干部 跟他们的子女 这从汉代开始都是这样 所以就有一些老师 从小帮皇帝上课的这些人 他们不怕死跪下来 跟你说 不能啊 不能这样 这个 不讲仁义啊 这种对中国人的一直影响 以至于到今天 中国人就看到钱 只是觉得好是好 中不是那么好 对不对 这话有点像鲁迅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览无疑 一跃千里 在环球事业下 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 紧后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咨询 无限构想 2012凤凰卫视 强档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貌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传场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三维鱼刺身 为何遭遇这么大的争议 网传加班 容易导致脑残 到底是真还是假 女人刺食 我们的妈妈如何应对脑力危机 好改感冒药 健康新概念 星期二至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不用问别人 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我灵魂里就有 你看你在这个社会里不能不承认现实 现在一方面 我也是 我羡慕那个有钱的 甚至我会觉得 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出息的 衡量一个人挣钱的能力 在当代这个社会 你不说你自己是吧 你供应你这妻儿老小 这不是一个男人的光荣吗 你像我们这挣不着钱的 这个你知道吗 确实是认同 就是我觉得羡慕有钱的 人家一定比我有能耐 可是另一方面的 我不大爱跟他们交朋友 我整个就觉得我跟你有距离 俗 这是俗 咱也不好说俗 但是就是说 羡慕基督恨 也不是羡慕基督恨 就是说 就是说 不是一个圈子 就是说 你和你所代表的那些东西 是我想夺远点 就我不喜欢 什么 比如说 大家一看 你看 这朋友们一见面 就说那人没见 一见面 除了房地产 就是股票 这什么 跟这帮人有什么可聊的 你看 又是这 可是呢 他那么有钱的时候 你心里 也会暗暗的认同 就是说 这玩意儿确实是本事 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 我认为 就是官商学 应该是分庭抗礼 互相之间恐怖平衡 这就是对了 就是说 学或知识分子 这个阶层 他不应该依附于商人 对 他应该是独立的东西 然后我们能够平视他 那么原来呢 我们是 是 蔑视他 对 然后有段时间 我们开始仰视他 其实都是不对的 就平视他 那知识分子 你对政府 也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三者之间 如果大家都平视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社会 大概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 我们所向往的 比较平衡的 比较平衡的 从具体的 case by case 就具体的实例来说 我大概同意 那个做生意的人 尤其是开始的时候 他总是有点 跟官方的勾结啊 有些守法上啊 尤其是法律 还不那么健全 我觉得 讲起来 你不知道现在某省吧 不是一二三富豪 一撮查都有问题吗 对不对 这个要是每个省 都这样查下去 很多人都是很害怕的 具体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我就觉得 虽然我也没钱 但是我觉得 不能引出一个公式 就是不能引出一个定律 凡有钱 就必定换 这个公式定出来 就是对法制威胁 对 这个因为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不是说 不仅仅的意味说 你要保护穷人 另外你法律 也不能就是说 你富人就一定有罪 虽然我帮富人说话 也没人 没人 而且我甚至 更有一个这个 冒天下之大不韦的偏见 我就发现 至少有一些人啊 他有了钱的时候啊 咱在私交上讲啊 好像比他没钱的时候啊 为人好一些 他敢于行 你吃饭的是吧 是吧 和善一些 或者他有些东西 就没有那么在意 你会觉得这个人 似乎慢慢变好了 我认为这个是 就工业革命以后的 那个富人 和农耕时期的 那个富人 也是有蛮大区别的 农耕他比如通过 通过土地兼并啊 通过粮食生产啊 翻运啊 是赚的钱 但现在比如 这一段改革放以后 你看90年以后 慢慢创业的那些人 和90年以前 就会有不一样 我觉得啊 很多都知识分子 对 很年轻 高科技 对对对 上海以后 对 所以他们基本上 还是很正常的一些人 能够做沟通的人 无非他们从事的是 经商这个行业 没错 没错 他们是这个种啊 慢慢在变 对对 跟当年第一代 所以你得看到 现在这些富人 跟着 跟着